所以沒有辦法完成這些調查公告出來 可是我們知道我們很多的開發建設 他們都要依賴醫療所這邊的地質調查報告 來做依據去進行做緩評的一個影響評估 那如果說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不公告 沒有很正確的數據去 沒有礙於能力 礙於經費 沒有把這些數據公告出來 那一旦我們的開發速度 比你們公告的速度還來得快 那這樣子是不是對當地的百姓 又更造成更大的生命環境 各方面的危險呢 這個方面真的沒有辦法克服嗎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台中返鄉特派員江銀儀 我想請問的問題就是說 地調所目前在做專探的資料是跟之前就是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他們做的是一樣的嗎 就是因為那個921之後 然後我看到那個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他的那個網站上面有 有一個那個強陣的長子的一個專探的一個調查 可是他那個資料公佈只有到2009年 而且他裡面有寫到說就是 他有寫到每個縣市有要求說要做多少的專探 那些要做多少個點 可是每一個縣市其實都沒有 就是100%都沒有做到100% 就是都沒有做完 那我不曉得他們那個計畫是停止的 還是說其實是跟中央地調所這邊是同步的 還是說後續的從2009年之後他沒有公佈那些是由地調所就在進行的嗎 對這是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然後然後有幾個委員已經走了 然後其實我接下來想要講一件我覺得還蠻嚴重的事情 很可惜還有幾個委員走了 那有幾個關...